我急急那年 敌军兵临城下 墨北太子说要纳我为妾 皇兄怒目心红 指甲深嵌入掌心 言 终有一日 哥哥是踏平墨北 带你归家 后来 他做到了 可我 只想留在这 无名苏瑶瑶 乃大招长公主 自皇兄登基 废淑妃的奏书日渐多了 他踏足伊兰院的次数越发地少 近日 谢贵嫔和沈昭怡 倒是陆续进了宫 我去伊兰院看望池姐姐 却撞见两个丫鬟思雨 娘娘真是福分浅薄 陛下那新人 她也不懂争宠 近来愈发消瘦 我瞧着可心疼了 我神色一紧 陛下心大窃室 你们从何得知 心底一律又惶恐 明明皇兄封锁了伊兰院的消息 怎的他们还会知晓 是是那日淑妃娘娘醉酒时 奴婢无心听见的 池姐姐竟也知道了 我心下一惊 绕过两人 慌忙到屋里寻她 未见其踪影 紫檀木桌上 放着一把断了弦的琵琶 那是她最爱的琵琶 快来人啊 淑妃娘娘落水了 闻言 我心猛的一沉 亮亮呛呛 朝后院跑去 江池被救上来时 已经没了气息 惨白的脸上 再不会有当初那般 阴阴浅浅的笑 那日 皇兄跪在江池面前 发疯一样私生哭喊 阿池 你为什么就不能等等我呢 再不会有回应 她就那样抱着 池姐姐的尸体 在后院哭作了一夜 池姐姐入葬那天 宫女在她的遗物中 发现了一封信 我们才知 皇兄苦楚 池姐姐都明白 但她比谁都看得透 江池本是青楼琵琶女 当年先帝下令 全程搜捕皇兄 是她凭一己之力 藏住了皇兄 皇兄登基 亦遇抬她为后 可朝臣诟病她身份卑贱 连飞位都不云 而大昭心正尚不稳 若皇兄逆了众臣的意 于江山设计更是不利 江池本就是个聪慧 十大局的女子 她知皇兄为难 也知她那妃是为了护她 她心疼皇兄 被迫取不喜欢的人 也不想成为史书上的红颜祸水 所以她已死破局 解皇兄之困 求大昭来日海燕和清 万象生平 那日书房里 皇兄先翻了玉桌上所有奏折 哭得像个没糖吃的孩子 她对我说 瑶瑶 你说 阿迟她怎么那么傻 我以为 只要纳了那些老臣送来的人 他们就会渐渐淡忘 不再把阿迟推到风口浪尖上 戴政权稳固 纵天下人千斑不满 我都要把阿迟抬为皇后 阿迟一向未寒 可那般冷的水 她还是跳了 你说 她怎么就舍得 舍得丢下我一个人呢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 不知何时也已泪流满面 皇兄 你不会是一个人的 瑶瑶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幽暗阴冷的死牢里 我颓坐在地 迷蒙中听见锁链晃朗作响 伴着一阵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牢房门被打开 来人在我面前停步 倒倒铁边落我身上 我疼得清醒过来 我斜眼一瞥 是秦桓 父皇身边的大太监 我冷笑着很脆了她一口 她恼羞成怒 脆了血的鞭子再度落下 我身上血肉模糊 样子十分可怖 你不会还以为自己是尊贵的公主吧 训养三年 脾气还是一点没变 可惜你纳姆菲 早被踢骨包皮 成了乱葬岗一具无名师了 哈哈哈哈 我红了眼 拼命想睁开禁锢的铁链 可我正不开 逃不出 只能看着她放肆大笑 我听见 母妃在怨我 姚姚 要不是为了救你 我就不会死 池姐姐飘过来 狠狠掐住我的脖子 苏姚姚 你就是个不祥之人 你身边的人都被你害死了 我呼吸一致 恍惚看见死神向我招手 不是我 我拼命从喉咙里挤出一句 猛地睁眼 才惊觉背后冷汗层层 长公主又梦掩了一台眸 身旁是从小陪我长大的婢女 轻之 她站在我踏边 轻拍着我的后背 我抱住她 放声大哭 都是我的错 或许思天剑说得对 我就是个灾性 我身边的人 都不会有好结局 不是地 长公主是顶好顶好的人 长公主别怕 轻之会一直陪着你 一切都会好的 从前的事 都过去了 轻之紧紧抱住我 泪早已失了衣衫 从前的事 真的过去了吗 记忆中的母妃 是个清冷美人 如天山雪莲一般 她很少笑 总是淡淡的 从无韵色 可我除了和她长得像之外 性格天差地别 我爱笑 爱闹 也会生气 有一回 我和哥哥玩耍 不小心摔坏了母妃 最爱的那只玉镯子 她没有责怪我们 只默默捡起 那两节男缘的断玉 正愣许久 才摇摇晃晃走出去 我不明白 为何父皇送母妃 那么多金银首饰 她都不曾带过 独独奈之玉镯 一直荡成宝 我第一次见到母妃发怒 是在十一岁生辰那天 那日父皇送了我一条 流金坠花红裙 颜色很艳 坠的是牡丹 我记得 母妃衣橱里 也有好些这种艳色花裙 只是她向来偏爱素色 穿得极少 那晚 父皇突然闯进我的闺房 吃望着我身上那西红裙 摇摇 这一副你穿着 跟当年百花艳上的她一样 好看至极 我意识到不对 神色慌乱 父皇 夜已深 您快回去歇息吧 她没有说话 我却突然手腕一紧 被她狠狠拉到床榻上 摇摇 朕很喜欢你的性子 不像你那母妃 对朕如万年寒冰 怎么都五不热 我浑身站立 拼命推她 却无济于事 这时 一阵痛苦呻吟声传来 青花瓷瓶重重砸在父皇头上 红色液体顺着她额角留下 砸落在榻上 她慌忙从我身上爬起来 我才看清屋里突然出现的人 竟是母妃 苏烈 你个老疯子 你千不该万不该动我的摇摇 母妃怒顶胸腔 狠瞪着她 眼底蹦出的火是我从未见过的 那人目自尽烈 一手舞头 一手死死掐住母妃的脖子 母妃整个人就那样被举了起来 她手背轻筋抱起 看着喘气越发艰难的母妃 狂妄大笑起来 不要 我惊恐地哭喊起来 舒尔医生凄厉惨叫 母妃重重摔落在地 那人亮呛着后退好几步 半舞右眼哀嚎道 快来人 救驾 不知何时 母妃头上的海棠簪 竟直直插入她的眼睛 素色簪花瞬间被溅上雪珠 我颤着身下床 慌忙跑到母妃身边 却听她一字一句私声控诉 苏烈 你谋夺陈妻 如今还妄图做什么 瑶瑶可是你亲生女儿 你简直不配为人 那一刻 我才明白母妃多年的苦楚 一个疯子所谓的爱 到底有多可怕 后来 皇帝把我关在罗沙阁 训养了三年 出入阁时 他们都欺负我 我当过他们练剑的肉靶子 尝过刀头舔血的滋味 数不清多少就伤未愈 又添心伤 我曾想过一了百了 但随了母妃的那身傲骨 让我不甘屈服 可弱肉强食的道理 我懂 我开始夜以继日的练习 暗暗发誓终有一天 要让欺负我们的人 付出代价 后来 我终于如愿 成了阁中最好的杀手 他开始只派我去杀人 我不从 他就不给我缓解蛊毒的药丸 阁中之人 都只是他暗处的一把刀 可他要的 是一把听话的刀 入阁之人 一早就被中了蛊 毒蛊每月发作一次 发作时如万千 以重啃食心口 痛不欲生 唯有服下他给的药丸 方能缓解疼痛 续命 不过忍一时疼痛 最后也无非一死 我不愿害更多无辜之人 偏偏他就如我心里的蛊虫 看穿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拼命地钻 钻得我透不过气 他见我无动于衷 就以母妃作为妖邪 起初是一片带着星红的指甲 后来是一截僵硬的断指 我忠实妥协 替皇帝杀了人 第三次刺杀失败 我被他投入狱中 直到皇帝最信任的太监秦桓 走进狱中 我才知道 自从他被母妃的簪子刺伤了眼 就把朝政全权交到秦桓手上 自己则遍寻名医 妄想让失明的右眼重见光明 秦桓最爱往我身上甩鞭子 甩完还不忘往伤口上撒盐巴 他和狗皇帝一样 面目可憎 后来 我昏睡的时间更长了 我以为 我熬不过那个寒冬了 可他偏偏又来了 折磨我 又吊着我最后一口气 秦桓说 我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 我为狗皇帝卖命杀人 殊不知 早在我入阁之日 母妃就已经被踢骨包皮 落得个死无全尸的下场 这三年来 羽剑穿过我尖头时 我没哭 毒蛊发作 疼得我冒冷汗时 我没哭 哪怕是被抽得体无完肤 浑身血淋 我也没哭 可得知我那不染先尘的母妃 被折磨致死 甚至死无全尸时 我哭成泪人哭晕过去前一刻 我恍惚看见 哥哥持见入狱 狠狠刺了秦桓一见 再睁眼 我瞧见青之哭得红肿的眼睛 长公主终于醒了 定是娘娘在天上保佑 保佑您平平安安的 长公主 我眸色暗淡 青之告诉我 皇帝和秦桓都被哥哥杀了 听说死前饱受折磨 如今大招的新帝 是哥哥 当年青之鸡鸣 得知母妃和我遭了难 忙找了纪将军 趁乱将哥哥护送出宫 皇帝全程搜捕他 却都无功而返 听池姐姐说 彼时他正弹着琵琶 忽有一人翻窗而入 扰了他的音律 他本不想藏着哥哥 奈何哥哥哄人的功夫 一套一套的 最后哄骗他 留下了他 池姐姐说话时 装着微脑 眉间却尽是藏不住的欢喜 估计是哥哥之前喜欢哄着我 就无视自通了吧 他眼面低笑 不过 姚姚你说巧不巧 我当时弹的 正是那首凤求黄 后来哥哥把姜池带回来 朝臣诟病池姐姐的身份 他一笑置之 轻楼异己又如何 我清清白白 靠着自己的本事过火 没什么可羞耻的 他明明是人间清醒 可最后 还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急急那年 墨北举兵弓打大招 敌军兵临城下时 我和皇兄站在城楼上 遥遥望见了敌军首领身边的公亲王 和被绑住手脚的安乐 安乐 公亲王之女 天真四溢 向来与我交好 这小丫头会缠着我给她买糖葫芦 会拉着我上网悠酒馆听说书 会跟在我身后一口一个姐姐喊我 可我没想到 公亲王叛国 竟狠心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当作人质 逼我就犯 看吧 皇家之人最是凉薄 不过全是相争 利益至上 哪有什么亲情可言 城上的人听着 快开城投降 否则这丫头必死无疑 我莫北铁骑也将踏平大招 城下那人还在叫萧 于大招而言 皇兄刚登基不久 秦桓先前留下的烂摊子 还未处理干净 朝局尚不稳定 此时开战 怕是鱼死网破 也未见得能护大招百姓无鱼 可为君者 段无法将山河拱手相送 且不说 负了身后百姓的信任 更不能让战场上拼杀的 蒸蒸铁骨寒了心 长公主与这丫头 可是姐妹情深呢 这眼睛真是好看 就是不知能否见到明天的太阳 见我们没有决断 那人目露凶光 手上小刀在安乐眼前比划 我早该想到 他们的心是最无悔不堪的东西 烂得发臭 公亲王健壮 凑近安乐耳边 不知说了什么 安乐突然浑身发抖 面色苍白 哆嗦着嘴唇喊 咬咬姐 舅舅就葬在老槐树下 城下两人 本以为安乐这样 说服我开城有希望 皆面目扭曲狂笑起来 却听到后半句 错愕愣住 我心意揪 安乐他 还是做了抉择 果然 他脖梗一横 撞上那把小刀 直直倒在血泊中 老槐树是我与安乐的暗号 我曾带他去过老槐树下 那儿葬了无数 为大招牺牲的英魂 我告诉他 葬在那儿的 都是名垂青史的大英雄 那时 小姑娘虔诚地跪了许久 等我长大了 也要做大英雄 为国守将 彼时 我以为只是童言无忌 如今 那个一向很怕疼的小姑娘 真的成了大招名垂青史的大英雄 城楼上风沙很大 一不小心就迷了眼 起了一层水雾 怎么也看不清了后来 墨北太子踏马而来 说要纳我为妾 只要我答应和亲 三年之内 墨北兵不会踏足大招半步 三年 与我而言 足够了 我看着城下少年郎 早就听闻墨北太子众诺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可墨要反悔 必不悔诺 他答得坚定 我信了 皇兄紧锁着眉 神色哀戚 眼底藏了太多无法言说的情绪 咬咬 连你也要离开我吗 他声音颤得厉害 抓着我的手怎么也不肯松开 哥哥 这比买卖划算的 你忘了 我是阁中最好的杀手 鹿死水手还不一定呢 我会努力保全自己 等你接我回家 我努力挤出笑来 拍了拍他的手背 后来 敌军退了 我也离了江南故土 走进墨北飞雪中 我嫁的是墨北太子 墨怀景 公主作妾 或许是对他极其国家最大的侮辱 但我不悔 只要大招好好的 只要哥哥好好的 我知道 要想让一个人失了戒备 必先取得他的信任 成婚那晚 红竹摇曳 他倾鲜我的红盖头 冰凉指尖划过我的脸庞 炙热的气息萦绕四周 我警惕地看他 却听他温声轻语 长公主方明 我一愣 半赏才到 瑶瑶没孤红 殿下唤我瑶瑶就好 孤红 不好 青山灼灼 星光瑶瑶 不若这样解释 更撑你 我一时亚然 平生第一次有人在意我如何解释自己的名字 那晚 我以为云语之事不可免 他骨节分明的手 却握住我的手 制止了我解一代的动作 我抬眸看他 朦胧烛光下 他恍若隔世的仙人 让人看得不真切 他说 瑶瑶 我会等到你真正愿意的那天 我不明白 让我和亲的是他 如今又装什么君子 于是 一夜无事 我睡床 他是伏在桌上睡的 一日 我同他去见了墨北国君 说来好笑 我们去的地方 是越美人的琉璃宫 我第一次见那般气派的宫殿 琉璃坐瓦 紫檀木为凉 水晶成帘 宫殿内街是金瓶玉盏 遍演极尽奢华 软座上 帝王痴痴看着坐于腿上的美人 美人浅笑 轻拿起琉璃果盘里的葡萄 刀了皮 缓缓送到帝王唇边 温香软玉在怀 帝王自是欢喜得很 可眼前美人出过儿立之年 仍少女芳华 雨年于古兮的帝王在一处 堪比妇女 这动作倒让人犯了恶心 我本欲跟着沐淮景行礼问安 却见她福贵而语 给父皇 母妃问安 这位月美人 竟是她的母妃 我正愣 直到地上的人扯了扯我的衣袖 才回神行礼 坐上帝王一心扑在美人上 敷衍地让我们起身 又醉心于满怀春光 这个月美人多少也有些手段 这么些年 虽只是一小小美人 却能圣宠不断 正想着 沐淮景突然拉过我的手走了 我抬眸看她 幽暗的眸子深不见底 似是透着一股子咽气 在东宫的日子 比我想象的自由很多 我谢绝了沐淮景安排的那些伺候的丫头 只留下随我而来的亲智 她倒也不恼 漠北的冬天比不得江南 鹅毛大雪一夜压弯了心生的糖枝 沐淮景差人给我送了糊球 屋里炭火也多燃了不少 琵琶作响 近日 我跟着厨子们学做了些糕点果品 沐淮景下朝回来 我都会给她尝尝心血的糕点 今日是梨子酥 明日是桂花高塔 好像还挺满意 茶余善后 沐淮景转身进了书房 她已按灰墨 我就在一旁帮忙整理书册 转头瞥见她宣纸上的字 骨骼清秀 温雅又不失求境 一如她看起来那样 我想 若她为君王 大抵能负责苍生吧 只可惜 我们中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平日里 沐淮景对我有所提防 她不在时 我是进不了书房的 辗转半月 我竟无意发现了书房的暗阁所在 可惜 暗阁背上了锁 我在等 等她真正信任我 等一阵东风 可东风未至 纪将军却先来了 纪远的名字出现在太子新招的护卫名册里 我就知道 皇兄定是担心我 才让她潜伏于墨北 纪远 大招的魏将军 母妃曾对她的救命之人 她亦感念于心 冒险将哥哥送出宫 护她登基 追随左右 哥哥将这般亲信的人给了我 她可还安好 索性纪将军来了后 我和外面的联系多了 隔三差五换信哥给她去信 她说大招一切安好 让我放心 我脸眸 略微安了心 往火盆里扔下最后一张信纸 抬头望向高高的攻墙 现在 我还有件事要做 我的安乐 她还在等我 纪将军打探过了 那日攻城的 是墨北征南将军 成阴 此人背地里 毫无将军作派 府中妻妾成群 还时常流连青楼 就是个花花公子 她还暴虐成性 烟雨楼的花魁苏娃 被她纳入府中 却因不小心打翻茶水 在碎瓷片上贵至半夜 被披上白布抬了出来 入府没几天的周家小姐 只带了根没让她满意的发簪 被她用簪子划破了脸 想不开头了 景安乐她才十四岁 她又做错了什么 我的小丫头 你且等等 等阿姐还你一个公道 这墨北朝中 成阴和建议大夫顾言 最不对付 我明察暗访后 将这些年成阴残害无辜的证据 偷偷转交到顾言手上 顾言是墨北人 也算得上是个为国为民的忠臣 这些证据由她呈给皇帝 远比我来得好 这些罪证 让成阴死一百次也不为过 可我错了 那端坐高台的人本就不是明君 高高在上的帝王 残暴很辣 几朝众臣说杀就杀 岂会在意几个无辜者的生死 更何况 成阴还是她手里一把锋利的刀 顾言呈上去的证据并未撼动什么 成阴不过被罚了一月俸禄而已 可笑 区区几个臭钱 便妄想抵这些无辜往死的生命 这世道 当真命如草剑 可悲得很 我不再寄望于他人 成阴的命 我自己逃 夜里月黑风高 我戴好面纱 一身悬衣 翻出东宫的宫墙 临走前 又忘了眼宫墙内的人 想必此刻他应当睡得很沉 毕竟酒里的迷药我可放了不少 保管他能睡到明日午时 他为对不起我 我也不想 一旦事情败露 会连累到他 这迷药 便是他护住自己最好的盾牌 我揣着纪将军画好的线路图 踏着书童露下的点点月光 入了成阴的府邸 罗沙阁的弥乡倒是厉害 无色无味 很快放倒了一片职守的侍卫 带寻到成阴的卧房 房内传来一阵女子的娇喘 声色缠绵 将军 这可是奴家的初夜呢 我如何不知啊 美人 你可比那什么郡主时去多了 他情都未开 一点都不配合 好生无趣 竟还敢给那苏娃儿求情 这再漂亮的人呢 不懂得审时多事 只是空有一副好皮囊罢了 是吗 那真是可惜了 将军这么好的人 就该好生伺候着 扶柳永远为将军 侍从 这个禽兽 安乐才十四岁 他怎么敢 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我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 双手已死死钻成拳 承音挑起女子的下颌 想一亲方则 我找准时机 拉开弓弩 羞的一声 离弦的剑直直 穿过他肩头 女子色缩在床角 承音则惊叫出声 肩头的血窟窿 已然触目惊心 他转身直起长剑 冰刃相接触 不见得落了下风 一记长剑袭来 我忽而心口一记 竟没躲过那片风的剑 手臂处一斤被划破 很快见了红 承音满脸得意 突然吃痛大叫 背后女子 不知何时将发簪刺入她后背 她转身 面露金色 浮柳 你你这样的人 就该下十八层地狱 给姐姐她们陪葬 将腹柳虽惊惊的声音发颤 话里却尽是滔天的恨意 我知道 她就是纪将军说的 藏在府里的内影 我有安乐的仇 她有苏儿的恨 承音种下的果 定要她血债谢长 可惜 她手抖了 这一簪离心脏还远了点 也不怨她 养在烟雨楼这么多年 她能踏出这一步 已经花了太多勇气 打斗动静过大 惊醒了府中其他人 偏偏毒蛊发作得很不是时候 心口疼得我提不起见 一身悬衣闯进来时 我大抵猜到那人是谁了 尽管她戴着面具 她背起我施展轻功 越过鱼贯而入的人 飞快离了府 恍惚中 我看见江浮柳 狠命拖住成音的腿 长剑滑在她背上 瞬间溅起雪花 我浮在那人背上 耳畔风雪穿梭而过 夹杂着她绵长嘶哑的声音 傻瓜 一个人冒险很勇敢吗 从今往后 你想做的 我都会帮你 其实我想告诉她 她那样风轻欲骨的一个人 不该沾染上我这一身泥泞 可耳边的风雪太喧嚣 吞没了我最后一丝清醒 再次醒来时 青芝那丫头急得哭红了眼 以为再也见不到我了 我小心翼翼给她擦泪 哄了她好一阵 她才止了气声 青芝说 是沐淮景送我回来的 还照顾了我一夜 青芝是个聪明的 将我中骨的事瞒了过去 否则不免牵扯出往事来 可沐淮景分明知晓一切 为何还要救我 将自己也拉进这方泥潭 听闻昨夜诚因御习之事 惊动了皇帝 竟让他不惜万金悬赏捉拿刺客 遇事这个时候 遇不能乱了方寸 我未听轻知的劝说 还是挣扎着下榻 去给越美人请安 可越美人身边宫女 却扬言我打碎了遇刺之物 生生将我按住 让我跪在冰天雪地里 我缓缓闭眼 人雪落在尖头 徒留一片冷寂 少请 有沉重的脚步升入了琉璃宫 将军府出了刺客 还给逃了 朕不放心爱妃一人 过来看看 劳陛下挂心 有陛下护佑 刺客哪赶上妾这儿来 外头那人 可是惹爱妃生气了 胳膊上伤口又伸出血来 察觉到有异样的目光 我跪得更笔直了些 她呀 一大早打碎了妾屋里上好的琉璃瓶 妾气不过 罚她在雪中跪着了 我微微仰手 琉璃宫内 金泥吞吐 朱连威严 朦胧中 美人挽着皇帝的胳膊 娇笑撒娇 皇帝悠悠开口 不如刺她一死 给美人解气如何 妾之陛下心疼妾 可她到底是大招送过来的 这罚也罚了 若是这般死了 陛下真舍得窃背一世 妖妃的骂名吗 月美人挡住了皇帝 还欲探究的目光 像个天真无邪的小公主 拉着帝王的手摇啊摇 好 好 好 都听美人的 朕呀 真是栽在你手上了 感觉眼皮有些发沉 耳边的声音也越飘越远 再睁眼 月美人正慌乱的 在房中踱步 见我醒了 她没心的花垫 才舒展开 端过丫鬟手里的 银耳莲子汤 递到我跟前 幸亏你醒了 否则锦儿那小子 丢了媳妇 可不得找我拼命 娘娘大恩 莫齿难忘 怎么 我刚刚才以莫须有的罪名罚了你 不愿 是非真假 掩人耳目罢了 是我该谢谢娘娘 她说耳失笑 道是聪慧 难怪竟儿喜欢你 太子殿下喜欢我 我不得而知 只是心间莫名有春风轻样 融化冰山碎雪 在琉璃宫休养了几日 我越发觉得 越美人不思人前看到那般 她会花时间 给我准备爱吃的糖醋礼祭 又贴心地给青芝安排住处 同我调笑 这丫头那日哭湿了几片一斤 她眉眼间是藏不住的温情 像极了当年的母妃 我伤势大好时 承阴入狱的消息传了来 有人参奏她暗地里买卖兵马 扩充私君 意图谋反 证据确凿 帝王勃然大怒 当即将她下狱 卧榻之旁 岂容他人酣睡 一旦出了皇帝的逆临 任你再怎么战功赫赫 也不过是过眼浮云 可我不信这世上有那么多巧合 想必是旁人早有预谋 才能将承阴一举拿下 承阴在狱中的日子并不安生 她身上鞭伤累累 湿冷的环境使伤口溃烂不已 狱卒们惯会看颜色形式 搜了的馒头踩烂了 遍底她的一餐 我穿过牢狱走廊往里看 曾经高高在上的将军 此刻遍体血淋 蓬头垢面 朝着那些狱卒摇尾起连 我冷眼吃笑 到底不过一个贪生怕死之徒罢了 承阴一见我 下意识转身要逃 又自知无路可退 只好跪着向我拼命磕头 求我饶她一命 饶 我只觉得好笑 她当真觉得 她还有命活吗 我拔下腰间匕首 对准她惊恐的眼 狠狠弯了两刀 有黑色的东西掉落在地 凄厉惨叫如鬼魅一般 痛嘛 痛就对了 我的安乐那是该有多痛了 她才十四岁啊 她怎么忍心对一个小姑娘 下手我缓缓走出牢门 走廊的风裹斜着她的鬼哭狼好 响彻整个牢狱 我看看闭眼 安乐 江姑娘 大招的将士 还有那些无辜枉死的人 你们终于可以安息了成阴 最后谢尽而亡 一日被扔到深山里喂狼 尸骨无存 她从前没少做欺压百姓之事 如今这个下场 百姓们无不拍手称快 但我心知 这是多亏了怀景 今年冬灾严峻 是她主动请阴 破冰扫雪 帮皇帝解了心头患 龙颜大悦 墨北皇帝问她有何心愿 她却只替我求了个处置成阴的机会 那晚飞雪迎天 身下的少年坚定地说 她会帮我 她也真的 帮了我 怀景来接我那日 我正在东厨和越美人学做菜 她的手极巧 水晶高 芙蓉饼 清蒸鲈鱼 蜜质鸥子 少请便盛出世间美味 我却笨得很 做菜方面毫无天赋 倒过半天还把菜给烧糊了 我端着佳肴先踏出房门 差点撞上一个急急跑来的姑娘 越美人忙着 并未转身 以为是身边的丫鬟寇 豆寇 月儿离开三年了 你怎么还随她那般毛毛躁躁 母妃 是月儿回来了 一向处世不惊不慌的越美人 手中厨具 堪堪掉落 那是她的女儿 穆怀玉 封号常宁 三年前 常宁公主被诬陷 偷了皇后的金凤簪 皇帝当即下令 将她进足于西院佛堂 与越美人所住的宫殿 锦一墙之隔 却在南相见 多年后我才知 常宁被囚 让她心底那一潭死水 终于起了波澜 她曾是一国公主 是漠北皇帝灭了她的国 强行凌辱了她 她基于寻死无果 后来 她有了儿女 变得怯懦 却还是高傲地不肯屈从 再后来 怀景被派到大昭做质子 又因皇后的一句话 常宁被诬陷进足 她认清现实 开始趋一逢迎 仗着帝王之宠 她才能护住想护的人 墨北皇帝或许致死不知 一个乖顺的王国公主 到底哪来的勇气和机会杀她 同月美人 他们用过午膳 我随怀景回了东宫 后来 白天怀景去上朝 常宁也会来东宫 陪我姐姐闷 她第一次来时 是被纪远架着一柄长剑 带到我面前的 纪远说 为了保护我的安全 不让歹人有可乘之机 小姑娘可气坏了 落起袖子 追着她跑好几圈 直至拆落并乱 也愣是没追上 第二日 一向高冷的纪将军 竟因为左而欺负了小丫头 暗暗拖她的丫鬟痘扣 送她提前准备好的桃苏 我取笑她 何时开得翘 学来这哄姑娘的本事 她红了脸不肯答 我想起哥哥每次吵架后 拿着唐人来求饶的模样大抵 是和她学的吧 也不知 哥哥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近日来的书信 她说想吃我做的烤鱼了 我还调侃她说 等回去了 要喝她酿的青梅酒 酒配烤鱼 才入味 熟络之后 小姑娘来东宫越发勤快 每次来时 总要张望一下季将军的身影 看到冷着脸的纪远 她就闲不住 非要逗一逗她 手中狗尾八草 在她脸上蹭啊蹭 憋得她满脸通红 还愣是不笑 我有时也好奇 季远是怎么忍住不笑的 后来若哪天季远知道她要来啊 就提前躲远远的 常宁那一整日又该失落地叨叨 黄嫂身边那个冷面侍卫呢 怎么不见了 常宁自打出了西院 特喜欢热闹的地儿 恨不得天天拉我出去闲逛 看到喜欢的衣裳首饰 总舍不得买 非说这个衬我 那个也衬我 我扑痴一笑 她那点暗戳戳的小心思 早就暴露无遗了 于是买下的那些东西 都送给了一只小丸猫 直到某日 常宁梦中一语 我才知她那些 从不说出口的委屈 十岁的小丫头 关在西院 经常被客扣饮食 哪还有什么新衣裳首饰 陪伴她的 也只有无边的古迹 压抑了太久的她 怎能不渴望自由与热闹 三月初五 墨北的游猎节 常宁自是坐不住的 拉着寄远出去 非要她教她骑马 怀警得了空 我们也打算出去涉猎一番 她不知我曾在罗沙阁待过三年 我也不想暴露 就由着她手把手教我射箭 她不知 其实那三年里 我的箭术已练得炉火纯青 我的左肩抵着她宽厚的胸膛 耳边近是她温热的气息 她宽大的右手握住我的手弯弓发力 掌尖粗利的妈撒感迎上心头 我的心 莫名乱了 见离弦前一刹 我才看清猎物 草丛间蹲着的一只小野兔 饶式射杀于我已驾轻就熟 可心下一软 我迅即将箭头挪转方向 离弦的箭到底偏了几分 箭那小东西不动 我上前查看 发现这可怜家伙先前就受了伤 逃不得了 我小心翼翼处理完伤口 扯下布条包扎 把她放到安全的地儿 回神 正对上怀景炙热的眼神 糟糕 我把她猎物放跑了 她该不会生气吧 你为什么要救她 语气极度平静 我大概是因为 我也希望她能逃出生天 不被他人安排命运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吧 心底莫名酸涩 我好像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她没心为促 拉着我往回走 一路无话 莫不是真生气了 三月十五 月圆 怀景平日公务繁忙 我闲少见她 上次惹她生气 我寻思着如何讨她欢心 却被常宁拉上了出府的马车 说是有人找我 夜幕见沉 人潮如之 映月桥上 白衣公子偏然覆手而立 月滑落了她一身清冷 小丫头轻拽我衣袖 示意我过去 我缓不上桥 桥上人偏然回身 竟是木怀景 我局促愣在原地 她轻轻牵住我的手 舒尔漫天烟花四散 在夜空中 字意笑着蹦开 星星点点 竟可与角月真灰 摇摇 生辰极乐 耳畔滑过清冷的声音 在微凉夜风中 格外清晰 挠得我心热热的 今日竟是我生辰 从前都是母妃和皇兄张罗着 给我过生辰 我都记不清 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了 可木怀景是怎么知道的呢 她从袖中取出一只白玉蓝簪 小心翼翼给我戴上 河水反射荡漾的月光 一闪一闪 落在她脸上 趁得她愈发愈立清秀 我正愣 任由她拉着 又下了桥 行至河岸 整条河的水灯忽而亮起 游近至远 朵朵莲花灯骤然盛开 拢住整条金河 我蹲下身 瞥见灯中字 一句又一句 一盏又一盏 密密麻麻写着 一愿遥遥四溢 自在随心 二愿遥遥身见 喜乐长安 三愿遥遥欢愉 所愿得偿 无有千千愿 所愿皆是你 她笑着抱住我 遥遥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你都有我 这骗子 说什么公务繁忙 我看分明闲得慌 这漫河水灯 这一撇一纳 写得格外认真的字 分明就是筹划了许久 那日回府 我盯着白玉兰簪出神 小时候 母亲最爱白玉兰簪 偏我调皮 每次都偷她的碗 可我不解 怀景她 好像每次都能看出我的喜好 轻之出声 打断了我的思路 长公主是不是喜欢上那位太子殿下了 我心底发慌 喜欢吗 我也说不清 胡乱搪塞了一句 没有 逢场做戏罢了 她爱看 我就同她眼 其实 我不过欺骗自己罢了 因为我怕 怕确认了喜欢 就会心软 门外似有哭之轻响 轻之开门 却未见人影 许是府中的猫 怀景之我爱猫 在东宫养了只小胖橘 我们给她取名年年 年年很乖 怀景忙时 都是她陪着我 那晚我收到了哥哥的信 还有歪歪扭扭 记着红绳结的礼盒 里面 是我和池姐姐最爱的五色糖 绳结的样式 是池姐姐独创的 哥哥手笨 学得一点也不像 哥哥说 他想我了 我知道 他也想吃姐姐了 日子过得很快 怀景对我的防备 也松懈很多 但书房暗格的钥匙 我始终没有找到 三年之期已过去两年 这两年 墨北皇帝愈发残暴 不顾朝臣反对强行东征 民生载道 遍地战火 指不定哪天就轮到大招 我和纪将军 一直关注墨北朝政动向 暗地里收集了不少情报 只要找到墨北山河图 大招便有望了 听闻怀景善会地理图鉴 山河图多半出自他手 我怀疑 这会是暗格里的秘密 直至一日 我收到一封来信 信上是怀景的字迹 约我汉石承熙刘子相相见 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我既疑惑又好奇 怀着忐忑去了 夜间的刘子相空无一人 风格外萧瑟 我心到这人莫不是约错了地方 梁峰裹挟着一阵速速声 是暗器划过柳枝的声音 作为杀手的直觉告诉我 这是一场雷杀 见我躲过几枚暗器后 领头人现身 震惊之余又猖狂大笑 亮你有武功 今日也难逃出我手心 四周黑衣人得令 发飙速度更快了 饶食我训练多年 可手无寸铁 胸前还是不小心中了标 伤口渗出黑色的血 标上脆了毒 意识有些混乱 我蹲下身 努力稳定自己的心神 许是知道我无力反抗 领头人遣散黑衣人后 一步步朝我走来 来人蹲下身 一把扯住我的衣襟 我很命挣扎 你干什么 你究竟是谁 我呀 是来联系你的人 等我登上太子之位 他目怀景 只能是我脚边的一条狗 太子我吃笑一声 就你这样 也妄想当太子 妄想 当今狗皇帝 指我和他两个儿子 可偏偏我母亲 是他母亲的公毙 他酒后乱性 却嫌我母亲出身卑贱 不给名分甚至赐死了他 你说 若木怀景死了 这墨北的天下 还能是谁的 这与怀景何干 你该找的 是墨北皇帝 我当然不会放过那个狗皇帝 不过 在此之前 我想要的东西 我都要得到 他手上的动作不停 肩上的衣襟被扯下一大片 我拼尽力气 拔下头上的白玉兰簪 扎进他的后背 他惶惶后退 一柄利剑 从后面直穿他心口而过 我抬头 是怀景 他来了 他一把抱起我 我贴着他温热的胸膛 是劫后余生的心安 看着手里血淋淋的簪子 有点难过 阿景 簪子脏了 没事 咬咬 我给你满心的 平日清润的声色 现在听着却是带了颤 一向冷静的沐淮景 哭了 他抱得很小心 像是在抱什么易碎品 生怕再磕了碰了 我笑着想安慰他 但许是方才那根紧绷的嫌泻了 身体沉得厉害 没撑住 晕了过去再醒来时 沐淮景趴在床檐睡着 他生得好看 五官精致的让人羡慕 窗台一缕光落在他脸上 是哲仙人的模样 我承认 我心动了 伤口已经被处理过 也不怎么疼了 我微微挪动 想起身 怀景就醒了 醒来就一个禁问我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非要确认好几遍 才肯让我下床 那日用早膳 都是怀景喂我的 我跟他说我可以自己吃的 可他就是不听 像个傲娇的小孩 善后路过花园 几个丫鬟暗地思雨 我偷偷凑上去 听了个真切 太子妃真是好服气啊 昨夜太子妃中毒 太医来得慢 太子急得都哭了呢 可不是吗 我可从未见过 他对哪个女子这么好的 冒险替他吸出毒血 又在他床边守了一夜 太子也是可怜 两年都未与太子妃圆过房呢 身在一国 能得如此夫君 已是不易 太子妃有何不满足啊 少说两句吧 情之一字 入局之人未必真能看得清 心底有惊涛翻涌 他对我确实很好 我想要什么东西 只要一句话 他就能替我办到 而我对他 好像从来都只有算计 这样的我和他 真的可能吗 那一日 我想了很久 孤独未解 我不知自己还能活多久 但接下来的日子 哪怕只有一刻欢愉 我也想试试 我不想错过他 那一晚 我拦着怀警 没让他去书房 床榻上 他压抑着脸上那抹潮红 低声问我 瑶瑶 你真的愿意吗 你知道 我不会违背 你意愿的 我附上他温软的唇 回应他 我心甘情愿 爱得这般卑微的人 我再也不想辜负了 这一刹 我只求一赏贪荒 天色如水 灯花挑落 床前薄纱晃 一夜春色已拟 自那之后 阿景再没睡过书房 阿景平日得了空 会给我酿他最拿手的梅花酒 清香醇厚 我很喜欢 和哥哥酿的青梅酒相比 少了点辛辣 年年是只小馋猫 闻着酒香 就跑到我们身边 蹭呀蹭的 也想尝一口 不给就耍赖 满地跑 抓也抓不住 跟年年一样 常宁也是个爱玩的 所以阿景在后院安了架鞦韆 他一来 准是要玩鞦韆的 有时是我给他推鞦韆 有时是阿景 鞦韆高高扬起 落下 鞦韆上的姑娘 笑声翻过了墙从前 哥哥也是这般给我推鞦韆的 池姐姐就站在一旁 为哥哥一颗五色糖 明明是我俩喜欢的糖 他却来者不拒 嘴角裂到耳根子去 阿景四十看出我的心事 指着鞦韆架 想玩吗 都是小孩子玩的 我如今已嫁了你 不可如此失忆的 摇摇 在我这 你可以永远当小孩子 我还是被他推嗓着 坐上鞦韆架 真好 还是和从前一样的感觉 许是日子太过顺遂 我太过眷恋 差点忘了自己的任务 那日阿景去上朝 我收拾他衣物 意外发现了一把钥匙 难道是暗格的钥匙 我心下存疑 趁着阿景出去 试了试那把钥匙 果不其然 暗格开了 暗格里 确实是墨北山河图 等了那么久 真成了 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我犹豫了 我太明白 被爱的人背叛的滋味 无论是亲人 还是爱人 我将山河图放了回去 锁好 又将钥匙还了回去 可第二日 我又在衣物中发现那把钥匙 他当真如此信我吗 可我 怕是要令他失望了 我又收到了哥哥的书信 信上说 这两年大招养精蓄锐 兵强马壮 只待我取得山河图 便可清军入漠北 引我回家 其实 哥哥对池姐姐的死意之事怀不了 对我和亲之事也自责不已 他总说 若没有两国对峙 或许一切都会不一样 我没得选 我不想背叛爱人 又怕大招折于墨北铁旗下 体无完肤 可若我知道会是那样的结局 怎么也不会将山河图送到哥哥手里 大招兵临墨北都城的前一晚 阿景和我说了很多从前的事 夜色深沉 香炉旁青烟鸟鸟鸟 他好像说 他曾在大招当质子 遇到一个纯真善良的小姑娘 那段暗无天日 受人欺辱的日子里 他是他唯一的光他后面说的 我听不太清 昏睡过去了 第二日醒来 已是晌午 身旁青芝满眼泪花 一见我醒了 哭得更凶 我盲问发生何事 青芝说 阿景把我的蛊虫 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了 他知道 我爱他 如果他死了 我会比自己死了更难受 原来蛊毒之事 他都知道 我心一颤 他现在在哪 奴婢不知 但咱们陛下 已经率兵连破树城 到达漠北都城下了 屋外 天青 雨蒙 我爹撞着 跑到琉璃宫 想带越美人离开 却看见年迈的漠北皇帝 死在了琉璃宫 越美人突然仰天长笑 这么多年 他早就该死了 原来 自从常宁被进了族 他就彻底清醒了 他要反抗 他要复仇 他表面与帝王须于尾夷 却偷偷在他日常饮食中放慢性毒药 帝王身体日渐亏空 五脏俱损 被越美人这一击 一怒之下就去了 他这一死 也算帮了皇兄一把 可越美人不愿跟我走 他一笑白首 你知道为何我只是个美人 却能一直博得那老家伙的宠爱吗 因为我会演 只要我演得真 他就会以为 我离不开他 是他牢牢掌握在手里的玩物 若非如此 如何在这吃人不涂骨头的皇宫里 苟延残喘呢 娘娘 你跟我走 远离这儿的事事非非 你再也不用演了 好不好 我哀求他 他望着玉桌上琉璃杯盏 眸色深邃 这朝代更迭 一代又一代 却再没有哪一代 会是我的故国了 他毅然端起桌上杯盏 仰头一眼而尽 娘娘 母妃 常宁进来时 鲜血从他嘴角流下 他笑着 像是终于解脱了 拉着我和常宁的手 看着泪流满面的常宁 第一次哀求我 咬咬 我求你 让常宁好好活下去 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 我答应他 我就不了他 只能拖着常宁走 他只有和我在一起才安全 不会被误伤 可常宁恨我 恨我为何要背叛怀景 恨我为何大昭会清军入墨北 为何他的母妃会死 我也不知为何 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他不肯跟我走 享守着他的母妃 我只好留下轻之护着他们 我一路往城门赶 却始终不见怀景的身影 直到 宫门大开 那熟悉的背影出现 那个疼我 爱我的少年 此刻就站在城门前 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急切地朝他飞奔而去 阿景 他转过身 一脸释怀 朝我淡淡一笑 我真想跑得再快点 告诉他我后悔了 我后悔没有对他坦诚 后悔没有护下我们的母妃 可是 我没机会了 那只利剑直穿他心脏石 我甚至都不在他身边 他就那样子 直直倒在我面前 那天的路好长好长 我跑了好久 才跑到他身边 咬咬 别难过 我 我不后悔 好好活着 他拖着虚弱的声音安慰我 抬手想替我擦眼泪 可我甚至都来不及和他好好告别 他的手就那样重重垂落下去 心上突然决堤 所有崩溃如同洪水猛兽 我再也收不住情绪 可我后悔了呀 傻子 你把一切都料理好 可你考虑过我吗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啊 我不知皇兄何时到了近前 只淡然地问了句谁下的手 咬咬 我你吉吉那年 是他让你和亲作妾 把你从我身边带走的 耳边有惊雷轰然大作 我发疯地质问他 为什么 为何偏偏是你 为什么连你都不肯放过他 咬咬 他是墨北皇子 而我是你的亲哥哥呀 我护不住阿迟 想好好护着你 有错吗 我突然释怀了 或许一切的始作俑者 是我 从一开始 就错了 皇兄不知如何面对僵持的死 便把这恨也算到墨北头上 或许他逼我拿山河图 也不过他功成的其中一环罢了 可我不能怪他 我答应要陪着他的 我没有做到 也未曾将阿景做的事告诉他 他恨阿景也情有可原 归根结底 是我害了阿景 咬咬 墨北素寒 你身子本就不好 与我回江南吧 皇兄 这一次 我想为自己活一回 我想留在这 陪着他 我终是如愿留在了墨北 那日常您发了疯一样 跑来找我 轻知也没能拦下他 他嘶声大哭 阿兄其实什么都知道 他只是太爱你 不想让你为难 暗阁里的秘密被翻出来 我才知道 他无边的爱意原来从那么早 就生根发芽了 那小心翼上了锁的暗阁 有两层 当时山河图拿得匆忙 我并未发现下面那一格 幽暗的阁子底 是他的日记和我的画像 无八岁为至 初欲清清 清语离奴细于亭 言笑艳艳 动无心弦 他还欺无 清以身相护 还遂跑 孤独无依 清日日相伴玩乐 方知清为公主 今生欲清 姓慎 吴十一岁 得归墨北 在南欲清 原以为此生无缘 姓儿时期芳华 清及姬 得姓在欲 然大招不稳 大军压城 吴存思心 亦不忍生灵涂炭 以和亲之举 护大招三年 出府帝不愿 吴自请编行 又以公主为至 待时机成熟又知 可兵不血刃没有 方成 时帝已是一子 于无一子 不敢逆无意 方遂无怨 私自取清 吴之过错 清入墨北 所行之事无皆知晓 吴之清心中恨意 未敢奢求喜欢 为暗自助清行事 腹地残暴荒淫 不善用人 民生再道 恐国将不国 天下大事 分分合合 清兄有志士之才 而吴心不在皇位 若墨北城破 愿清兄善待墨北百姓 还天下海燕和清 吴之清中古 便寻名医 近日方有所获 得解骨之法 以骨 乃以命换命之法 成 吴所愿意 望清悟有负担 于爱清 于吴之命 幼昧孤苦 望清念之 护他一命 吴先行一步 知清中爱 以埋梅花酒于亭 清定要好生活着 护着年年 吴心方安 井绝笔 放在宣纸一侧的 是一只新的白玉兰簪 还有无数张他 不知何时画的我的画像 我不记得 那天哭了多久 应该很久很久 久到我也忘记了 时间半个月后 我被诊出有孕 阿井 你看到了吗 我们有孩子了 后来 我闲时就坐在梅花树下喝酒 今年的梅花真好看呀 春雪附上枝头 只是少了一起看花的人 平生不会相思 才会相思 变害相思 阿井 我真的好后悔呀 如果当时我跑快一点 你是不是就不会离开我了 我坐在春雪里 感觉不到一丝冷 清之心疼我 非给我披上胡球 一只小兔 不知何时闯进院里 记忆忽然被拉回游猎节 或许 那只兔子逃出生天 却也没有过上 自己想要的生活 大夫说我优思过度 孩子早产了 所幸母子平安 阿井你知道吗 孩子眉眼很像你 就是不知道 性子会随你 还是像我 还是随你吧 温文尔雅 体贴备质 将来定是有很多姑娘喜欢她 或者 像儿时的我也不错 没有烦恼 无忧无虑 肆意地活着 生完之痕后 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有时还会渴血 每次只能找由头把轻支支走 不然这丫头 不知该心疼成什么样 又一年春三月 年年死了 阿井 我们的猫死了 再也没有年年了 四日 我卧在亭中摇椅上 转头看见梅花树下 怀颈抱着年年 笑着朝我招手 摇摇 快来 我弟少年 他来找我了 我该走了 翻外我叫穆之恒 自小未曾见过我的父母 听皇帝舅舅说 我母亲是大昭的长公主 她坚毅温柔 却在吉吉之年离了故土 永远留在漠北的春雪里 对于我父亲 他只字未提 我总能在书房外 听到他声泪俱下 给我母亲道歉 摇摇 说我对不起你 我是青枝姑姑带大的 皇帝舅舅说 他自小跟着母亲 是值得信任的人 于是 小小的我总拉着青枝姑姑上街玩 玩累了 就跳着嚷着 要他给我买唐人 才肯回去 小殿下真相级了 十一岁前的公主 青枝姑姑 为何是十一岁前啊 因为那才是公主 最真实的样子 如殿下一般 爱笑 爱闹 她眼里附了层薄物 不禁音失了双眸 我想 她可能嫌我过于吵闹任性了吧 只好忍痛割爱 装作大人的模样 轻拍她的被安慰 姑姑莫哭了 知恒不要唐人了 僵持被救上来时 已经没了气息 赐不晓殿下想要的 都给你买 我却不知 我的母亲 也曾是个无忧无虑 撒撒娇就能要到唐的孩子 自从墨北落败 归于大昭后 皇帝舅舅越发忙于政务了 鼓励耕之 减免赋税 新修水利 开办学堂不过半载 百叶巨星 东街阿婆的煎饼 卯食出锅 西市六娘的芙蓉高 总是引得路人驻足 学堂的孩子们摇头晃脑 捧着诗书 不论贫富尊卑 有教无类 茶馆里的说书先生 搁进了太平盛世背后的万千英雄 我印象最深的 是画本里那位年方十四的郡主 我曾去老槐树下看过他 烈烈西风压弯坟头秋菊 可风欲折花花不落 彼时我才真正读懂了 夫子说的经国英雄 近来 皇帝舅舅精神愈发不好了 他总是一个人坐在伊兰院中 眸光带智 吃望着一把断了弦的琵琶 一年后 皇帝舅舅崩 他去的那日 我贵福在他的笼床前 哭了很久 这些年 他从未博待过我 将我视如己出 即使后来我什么都知道了 但我 也不忍怪他 我想 母亲也是 久生桑龙中想过 万民搞肃 天下皆哀 舅舅传位于我 我也接替了他的众人 让天下海燕和亲 家国繁荣昌盛 三年后 纪元老将军自请辞官 告老还乡 他总是冷冷的 一声畏曲 听说从前有位心上人 不知为何没有在一起 不过 宁安寺无念师太世纪时 他望着宁安寺的方向 许久 老泪纵横 四日 纪老将军族 我按了 我去魅力 我去魅力 并不知